两岸开放交流超过了30年 那么每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机遇 第一波是制造业 第二波是餐饮服务业 而现在在大陆享有优势的呢 就是台湾的文创产业 这两年有不少的台湾首座体验工作者 一边在台湾开课 一边又搭着对岸品味喜好的顺风车 登陆挖掘商机 好玩就很舒压 就觉得它很美啊 然后有疗愈的效果 低头买手非常专心 这手座香专 是小资坟林们的最新体验 石膏樱花之后 可以吸附精油慢慢释放香气 有香包一样的效果 却又比传统香包更有视觉性 视觉上跟嗅觉上 都有不同的感受 就是看到心情很好啊 然后闻到味道 感觉心情也比较好 好玩是这个干燥花 因为她老师说 你可以平放或是用擦的方式把它擦进去 天生素色淡雅的石膏 被刻意布置成一片一片的冰森花园 因为天然香气的源头 就来自这些花朵香草 如果我想要做里面 它的主香料是玫瑰的话 我可能就会直接来找相关 类似玫瑰的主要的主角素材 直接在上面做搭配 或者是我做的可能是比较辛香料一点的味道 那我就会找可能像是肉桂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咖啡色的种子 它就是能够代表我这一个气味的样式 就是原本觉得我是来工作的 可是每次逛完回去都觉得很开心 各种花材干燥染色过后更加的盛开灿烂 搭配不同石令不同客群花样多端 石膏香砖多了更多的节庆个性 蛮重要的一个地方是颜色 比如像有绿色的话就会蛮适合男生 或是中心 或者是像圣诞节 它可能需要带一点点绿色的素材在里面 创业之前郭戴轩在媒体担任活动计划 很上场着跟响爆点 如今首作体验也帮着学员创造作品的亮点 就很像真的就是插花 插红不是插在海绵上吗 那我们蜡烛就只是把它插在 快要凝固的蜡烛表面 然后让它可以直立的停在那边 那大家看到正面的时候 就可以很完整的看到它花朵的样子 把香气视觉化也借着花材 让每一次的课程主题 都有些许的差异维持新鲜感 在设计课程备课的同时 郭戴轩自己也备受疗愈 这种的话我就会稍微剪长一点 因为长的话我们就或许 不会是插在上面 而是平放在那个蜡烛上面 很像一个花圈的样子 其实我刚开始说真的 我没有想说 我要把它当成试验来指明什么的 就只是我想找一个 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来做 好玩 舒压我自己 做一做就觉得很好玩 你很多想法 词阙的正直开始小资创业之路 说来容易 但要带动业绩却非常的不简单 尤其在台湾各种课程教学 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 手作蜡烛早就是红海片 很竞争啊 很多啊 超多的 你只要看个影片做一做 你其实都把都把做得起来 只是你有没有很精致而已 最终能活得久 就是你品牌的差异性 跟你的有没有很认真 在进入这件事 星球蜡烛是郭戴轩 创造差异的起点 一层一层的情味色彩 得有耐心花上时间 等着每一层凝固 再慢慢堆叠累积 说难不难却也是自找麻烦 其实我个性很急 就是我花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在等待它这一颗 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之后 然后竟然站在你面前 就整个崩坏 就是你会觉得 天啊 那我刚刚花的那些时间 到底在哪里 不断开发产品的独特性 让香芬以不同的样态 持续延伸 随着对岸推出各种政策优惠 郭戴轩也正在多方尝试 因为如果他现在是能够 扶持我们的话 那肯定会有一些方案 跟政策的优惠是有助于 我们这些当起步的年轻人 我要思考哪一个点 是适合我这个产品跟品牌 未来走向要发展的地方 以及它的配套的措施 是不是适合我这个品牌 在那边 早在去年 品牌商品已经授权对岸 在大陆销售 各种香氛系列大获好评 尤其这些手作 每一件的形式都略有差异 种异于工厂量产的温度 正对文青时代 我其实自己是在做设计类的 看到这些文创东西 然后就很喜欢 跟那种机器做的肯定就是不一样 他们的文创其实发展的还蛮蓬勃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刚起飞嘛 所以他们很愿意在路上逛街就掏出钱 那特别是对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 像比较欧美的咖啡啊 或者是香氛新兴的东西 搭着品味喜好的顺风车 台湾的小资创业家 把握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机运 在文创的路上创造商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